非洲国家肯亚正面临时无前例的淹水灾情 整个国家有八成的土地都泡在水里 地图上您看到浅黄色的区域代表正在淹水 而深褐色的这是重灾区 这一波的大雨已经夺走277条人命 还有75个人失踪 同时有28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 必须住在避难所 肯亚的灵医会在当地的震灾扮演重要角色 慈祭这一次就是跟领医会合作 挨家挨户走访受灾民众 了解他们的需求 将来的发放也会透过领医会 来发挥最大的效能 马塔雷平民区在水位退区后 马路是尘土飞扬 有些居民直接在路边搭起了帐篷 那就是家 一个小的河河变成热烈的河 三月开始的豪雨让唯一的知识殿堂难以幸免 林医会佛雷德里克神父 曾在这里服务七年 全程陪同看灾 这里原本是教会 主要是提供食物给平民区的孩子 现在已经有2500多位的学生 在这里上课 甚至还提供奖学金 住在学校附近的雅利克斯 一家七口就睡在一张单人床的小房间 大儿子获得了奖学金 能够到城市读大学 而在水患发生时 他努力地堵住进水口 仍难逃淹水的命运 此机堪载人员与林医会神父 是逐户拜访 希望多了解居民生活的状况 计划给予帮助 四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玛丽 对于未来的生活 开始有了动力 另外在首都北边的巴林哥湖 是重灾区 在湖边的三千多公顷农作物被淹没 现在居民最迫切需要的是 建筑材料以及蚊杖 大海新闻欧友涵 肯尼亚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